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三十年后 深圳将成为全球标杆城市 怎么样 这个取得力的够大吧 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 深圳挺失落的 为什么呢 两方面 第一方面 你看咱们全国现在有九大中心城市 广州有一个 深圳没算 为什么 你离广州太近了呀 金融中心 你争不过上海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区域的交通中心 你得让给广州 深圳就剩下一个什么呢 就剩下一个我自己弄的这个科技中心吧 这你懂得让我干了吗 而且第二个问题 深圳过去 好多东西你让了香港 只要香港要发展的 深圳就不得不说割爱 比如说 深圳的这个航空 其实保安机场挺大的 为什么就老不让他开这个国际航线呢 开那么多航线呢 那就是因为怕你抢了广州的呀 怕你抢了香港的呀 这一次 种种原因咱们具体不说哈 深圳虽然还不是中心城市 但直接给弄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先行示范区 够狠的吧 所以啊 胖子一直是个深吹的 大家知道啊 这一次可以说是在整个大湾区11个城市当中 真正把深圳核心地位给他明确下来了 那很多的解释就多了 胖子在这不一一跟大家解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分析了啊 我呢 就减重点的 跟大家老百姓有关的 说这么几个事儿 首先呢 我们要看 深圳这个经济发展要更上一层楼了 过去已经有的要加强 过去没有的呢 要重新弄起来 那些大企业啊 华为啊 中兴啊 同讯啊 等等的话 所以怎么样 要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对不对 自贸区要高标准建设 将来到深圳去发展高科技 你要是学什么这个IT啊 学什么的话去 没有毛病 第二个 深圳的国际知名度不够 以前咱们知道 咱们中国要弄的什么大会吧 北京必须第一个 比如奥运会啊 必须北京第一个 冬奥会也得北京第一个 什么世博会啊 什么这个亚运会啊 大家轮着来 深圳不就开会大运会吗 将来不是了 大家想想 胖子会球员畅想一下 很有可能世界杯就要放到深圳去了 因为中央提出了嘛 要帮助深圳大力的打开国际知名度